不过下届台北市长的人选 民进党会派谁来出战 陈楚党内部认为 指挥官陈时中近期民调不断下滑 已经没有非陈时中不可 但是网路媒体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把陈时中跟林佳龙 还有郑力军来相比 陈时中还是以51%的支持度 领先林佳龙的44.4% 而另外两位竞争者 国民党籍的蒋万埃 以及副市长黄珊珊 今天则是在慈善活动中再度同框 蒋万安主动拍拍黄珊珊肩膀打招呼 在握握手互相致意 两位台北市长参选人难得碰头 其实民进党可能人选 指挥官陈时中也有受邀 但因为确诊才不可出席 不过传出受了本土疫情严峻冲击 陈时中支持度出现下滑 令内部非陈不可的风向也逐渐消退 陈部长还在确诊 我觉得他应该是好好赶快养病 我觉得不用太多政治的联想 接近民意去倾听民间的声音 柯文哲中午镇上肥皂商黑掌 替当机候选人奏事分进合集 至于民进党会由谁出现首都 近期网络媒体民调 结果还是由陈时中以51%领先 林嘉隆少数6.6个百分点 但前文化部长郑立军 也有4.4%的支持度 无论是谁 我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国内疫情稳定前 民进党部急着出牌 自乱选举节奏 而继党籍问题后 张万安黄神山有载鬼大巨弹案 隔空交锋 大巨弹的工程延宕这么久 市长能够放下对大巨弹的成建 尽快的按照契约的规范 完工验收 现在有成建的不是台北市政府 现在状况是卡在内政部 先要去了解一下时空背景 再来回答吧 蓝白为市政议题开战 绿营隔山关虎斗 等待最佳时机 接下来我们杨岳达 欧香三台报道